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打开讲义的期面 我们讲到乙一八种八心 佛法在解读人生 佛朵主要是讲到一种观念 就是诸法阴言生 佛陀是用阴言的角度来解读错综复杂的人生 那么阴言 我们看经典里面佛陀讲阴言的时候 它是分成两部分来说明的 第一个 从空间上来说 阴言有内外的差别 什么叫外音言呢 就是我们多生多结的业力 所变现的果报 比方说你会长得什么样子 比方说你会从事什么工作 比方说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成员 那么这个果报 它是很多生很多生的业力 的成熟表现出来的 这个外在的阴言 是无解的 所以你看 佛陀只有讲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们对于外在的阴言 佛陀是怎么说 万般皆是业 是半点不由人 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方法有解 就是放下任命 其他都无解 因为它不是一生的错综复杂 但是我们众生最大的盲点就是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意 没有答案的地方 然后纠缠不尽 结果把精神都浪费掉了 我们凡夫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太重视外在阴言 其实这个是一种树的水果 你要吃吃不吃就走就好了 你可以不瘦 你可以轻轻地走过去 你要吃下去 问题就复杂了 所以佛陀对于外在的阴言 佛陀劝我们的 你看佛陀的态度 是叫你看破放下 任命 那么另外一块是内在的阴言 就是它不是水果 它是无量无边的种子 这个要小心 就是我们内心的信念 我们的思想 这一块是我们该经营的 其实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必须把精神体力放在经营内阴言 而不是经营外阴言 因为外阴言是我刚刚讲过 是无解的 那么内阴言 我们看我们一念的思想 佛陀在解释内阴言 他解释得很详细 很详细 那么大方向它分成三块 第一个过去的阴言 第二个现在阴言 第三个未来阴言 所谓的现在 当然跟过去有关 它也就跟未来有关 所以佛陀他讲这个内阴言 他用水流的思想 说什么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呢 人生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 他从水流的思想 我们得到了两个观察 第一个 我们以这个水流切开来 我们往过去看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从什么地方来 第二个 往未来看 你将往哪里而去 所以佛教主要是处理两件事情 第一个 处理你的过去 所留下来的痕迹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从第一地来看 从根本意来看 我们从空性而来 人生没有开始 如果有开始的话 你就不能改变 因为它延伸嘛 它怎么会有开始呢 它是阴言和合 虚妄有生嘛 所以它没有个真实开始 那这块 这个我们不谈第一地的问题 我们从假阴言的 我们从世俗地来看 从世俗地来看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可以从现在的结果 来推论 你从什么地方来 比方说 你今生富贵 你过去生 从不失心而来 你今生富贵 我们可以推论 你过去生的心 经常生起不失的念头 佛法是这个意思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造 外在的世界 是你内在的世界 创造出来 所以生命不是上帝创造 是你的信念创造出来 如果你今生很庄严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 你全身的心态 你忍辱的心 活动力很强 庄严从忍辱中来 所以 我们从你今生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全身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打什么妄想 因为你的放响 都是一种强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今生 除了去承受果报的时候 我们要从果报里面 一个有智慧人 他从果报当中 会得到反省 因为 你 既然是现在 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过去 不管你 是不是喜欢你的过去 但是你要 承担你过去 所留下来的功能 我们对过去只有 概括承受 所以我们现在 无量劫来 在三界里面 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我们心中 留下了两种东西 第一个是 无穷的保障 第二个是 很多很多的地雷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你怎么办 我们内心当中 有很多殊胜的功能 会创造很多的珍宝快乐 比方说 你有不实的思想 比方说 你有直接的思想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都有盲点 比方说 你脾气不好 比方说 你没有耐性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 承担过去 生命当中的经验 所留下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 有好的 比方说 保障 也有地雷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从现在 我们可以推动 我们过去 大概都做些什么事 打些什么妄想 你如果你 平常在观照你的心 你大概知道 你过去 是怎么回事 大概也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可以 从现在 进入到内心的世界 看到我们的过去 你从什么地方来 大概 八九不离死了 当然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将往哪里而去 我们继承过去的思想 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我们选择 保持原状 反正 人生就这么回事 一天过一天 那你来生 还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创造改变的因缘 它就不可能改变 就像水流 这个水流 它走到现在 你不改变 它就继续走下去 第二个 你选择改变 你相信 过去不等于未来 那你今生 将对你的生命 做出重大的贡献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也只有得到人生 你才有机会改变 如果你是上阿道 你变成一只蚂蚁 你想改变都没有机会 因为你条件不具足 所以我们从无量的生命当中 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 遇到的佛法 现在是我们改变的时候 是改变的时候到了 问题是 你是不是得到正确的方法 不是说你一直拜佛 就可以改变的 不是的 拜佛那是消业障 但是思想的调整 那是智慧的层次 思想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不能替你改变 佛陀可以帮我们消业障 征服报 但是思想的工作只有自己做 所以当你觉得说 过去生的你 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思想 你对过去的你觉得不是很满意 你想改变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你开始修学佛法的开始 你应该怎么去改变 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你 你必须从思想上去改变 你外在的因言 我再讲一句 人生没有无解 人生无解 人生如果有解的话 佛陀不会叫我们厌离娑婆 如果人生有解的话 那你留下娑婆 就解答就好了 所以人生是无解 三界无岸犹如火宅 它这个火子大火燃烧了 你没有一个地方是安稳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人生的答案在哪里呢 在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宝藏 有很多的地雷 但是 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 你是可以把地雷拔掉的 你是可以把宝藏开展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学习这个方法 那么在整个菩提心当中 我们前面先了解自己 就是说你现在继承的过去的你 我们要去改变自己之前先了解自己 就是说你过去真的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给你 你现在学佛 你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学佛 这很重要 你用邪恶的心 你用正确的心 你用虚伪的心 你用真实的心 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改变之前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务实地了解自己 你现在的心态是什么 当然这个心态是过去的你留下来的痕迹 那至于要怎么改变 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说 那么从经典上的记载 我们每一个人在修学佛法 每天做早晚功课 持咒拜佛 我们用八种思想在修学 前面讲到的四种 现在我们看小跟大 我们先把这段文念一遍 请合掌 观三界如牢狱 事生死如冤家 但其自度不欲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这个小跟大 这种两个人都不简单 他们的思想的水平 都已经超越了 世俗的武艺的思想 他们都是相对亲近 这种人虽然烦恼没有断 但是他的觉悟的程度 已经看到三界的过失 他也看到了涅槃的功德 所以说这两种人都是相当亲近的 但是这个小是怎么回事 这小正人是怎么回事 小正人 他在观真理的时候 佛法真理有四个 苦极灭道 他的苦地 有很深刻的体验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他的生命经验 给他很多痛苦 这第一种可能 他从小到大受尽的折磨 所以他在苦地 有深刻的体验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所亲近的善事事 给他苦地 很深刻的教化 他整天欣喜苦地的思想 养成一种 相对悲观的思想 那么不管 他是从生命的经验得来也好 他从教理起来也好 总之 他是比较 对人生是悲观 他认为 所以 生命人认为 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大正佛法是认为 人生是不决定的 出法无知性 如果你操作错误 人生充满了障碍 如果你操作成功 人生充满了保障 所以大正佛法对人生 是认为不决定 但是生命人认为 人生是完全没有价值 理由是 他深深地被苦地 所影响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心态 他观三界如饶意 是生死如焉家 他认为三界 只要你待在三界 即便你胜到天上 你都不得之在 那么只要有生死轮回 就像焉家一样的可恶 可怕 所以他只有一种心情 想办法 早一天离开三界 但是他 也就顾不得别人了 他不是说不发心 他实在是被苦地 被痛苦 有太深刻的认知 所以他淡积制度 补一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孝 这种人有极度的厌仪性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认为人生 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可言的 那么大圣人呢 众生借敬 我愿方敬 涂敌道成 我愿方成 大圣人他是有理想抱负的 他不像凡夫那么乐观 凡夫的乐观是满目的乐观 凡夫认为收博之介 很多可爱的地方 就跳进去追求 弄得伤痕累累 那么小圣人是完全的排斥 大圣人对人生是相对重道 那么他的心中 众生借敬 我愿方敬 菩提道成 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大小圣好了 我们先不谈出离心 或大悲心这一块 我们来谈空振见这一块 就是见地这一块 先不谈发心 先谈见地 你看小圣人 在华华心上中 他关一切法空 大圣人 他也关一切法空 这没什么两样 每一个人要解脱 三秤共作卸脱床 你要从三切跳出去 你只有关一切法空 你只有无助才跳得出去 人生你要直取 你就被抓住了 那么关一切法空 为什么两个的关一切法空 怎么结果不一样呢 小圣人的空 他不带像 他不带像 他真是空 偏空 大圣佛法的空 是带像观空 这个地方不一样 他不否定像 不否定像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自身上的菩萨 带佛陀的像状来观空 他对佛陀的功德 深深耗耀 这种人大部分的时间 会做很多的定刻 他关一切法空 但是他不障碍 对佛道的追求 他带着佛道的功德 像来观空 所以他有耗耀 他会拜八十八佛 放猛山 持戒庄严 他会把很多像做得很好 所以他德国报的时候 特别庄严 你看上空书 就是讲的贵气 他特别庄严 他老人家那个 一正二报 特别庄严 就是这个四处必有因 你看 你看奥罗汉 他成就解脱以后 他的身心世界 看起来就很频繁 菩萨呢 他肯定是挂阴落 各种珍宝庄严 因为他阴地就怪 他阴地带有庄严的像 他德国报的时候 他有这个庄严 这个是至正上菩萨 他带着佛菩萨的功德像来观控 第二个是观众生的苦恼像来观控 悲正上菩萨 悲正上菩萨来生的时候福报很大 而且人言非常好 广泛的放生 布施 广觉善言 来生谁看到他都欢喜 所以 小生人他的空 他不带下 所以他这个解脱呢 是数法神 所以你看奥罗汉 奥罗汉尊者你看 他到法华会上的时候 佛陀开始开拳选择 会上皈依 小生人就觉得很奇怪 摄理博尊者就问佛陀 就大胆的问佛陀说 佛陀 你老人家当初叫我们观控 你在菩萨会上 你也叫大色的菩萨观控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遵守你的教法观控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什么波罗蜜都没有 就只能够静静地待在身上 观世间 苦空无常无我 但是你看文殊普贤 他也观一下法空 他在到解脱的时候 他为什么能够戳千叶宝年 千百亿化身 形成种种的妙宴呢 为什么我们两个 既然佛陀你说空是一空无二空 三寸工作卸脱床 为什么我们的遭遇 是如此的不堪 菩萨观念前法空的 最后是万德庄严 他问佛陀费什么 佛陀说这不能怪我 佛陀说因为你们的根基 就这样子的 佛陀说这个三草 说你这个草太小 我给你的水太多 你也吸收不了 佛陀说我的目的 我也希望把圆满的思想给你 但是你的根基 太差你吸收不了 所以我是以佛陣分别说三 所以后来讲到阿罗汉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忏悔 回小向大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阴地 你等到了你成功以后 你再来羡慕说 哎呀我隔壁那个当初听进的时候 到我隔壁也不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成就以后 我什么都没有他那么庄严 你的阴地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读完华华记忆你会觉得 既然你想改变 很多事情你一次就把它做好 你不要搞成阿罗汉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羡慕别人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然后再来回小向大 这不是这样子 你今天你学错了东西 所以阿罗汉在回小向大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养成了很长时间的习惯 所以你看有一个公案说 有一个钢琴大使 他钢琴教导非常好 有两个学生来跟他学 第一个说你学过钢琴没有 他说没有 送你一百块 第二个说你学过钢琴没有 他说学过了 送你两百块 因为我要花加倍的时间来调整你的错误 你养成习惯了 你就是这样你阿罗汉 所以你如果说 哎呀我先前就解脱 我再来发菩提心 我把成活之道分成两阶段来完成 你以后会后悔 你肯定后悔 你把花花经读完你就知道 你宁可走得慢 你最好高速公路一直就走对 一上去就是直去大乘 你可以慢慢走 你不要再跟他走那个小路 走到半天再弄过来 你跟自己障碍 所以 我们观一切法空 让自己减少很多的烦恼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忘了 要带相观空 看到相状 所以菩萨无助要升心啊 所以你看金刚经警告菩萨 观一切法空不能坏诸法的假名假象假用 我在台湾看到很多人 他的苦恼很严重 他用空观来调伏烦恼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否定相状 你极度的否定 佛的功德下 你极度的否定众生下 你以后成就解脱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述法神 没有庄严 所以在因地发心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可以量力而为 我们可以不要马上采取行动 我们先把自己的痛苦解决 这个都可以理解 消息是可以赤地的 但是你不能把相状完全拿掉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大小乘的发心 就是小乘的观一切法空 他不带相 所以他到最后 就在庄严这块相对就薄弱了 好 我们看下一段的篇跟言 这两个都是大乘的 请合掌 若于心外见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勋不忘 知见不明 如是发心 明知为篇 若知自信是众生 顾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顾愿成就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如是发心 明日为圆 那么偏跟言 这两个人在观念切法 空的时候都带相 都带有相状 都带有佛道的相状 都带有众生的相状 所以他才能够产生 上求佛道 下发众生的 这个菩提愿 但是这两个愿 还不太一样 一个是心外求法 心外就有众生可度 心外有佛道可成 那么所修的功德 念念之所不忘 那么我执法节 也是没有消除 如是发心 明智为篇 这个篇的发心 一般来说悲心重 但智慧的观照相对薄弱 你一个人会拍一个外相的人 就表示你智慧薄弱 你情感重 那么这个地方 当然他后面会讲到 你一个人喜欢拍一个外相 你也就容易受伤 你的菩提心相对容易受到伤害 你就不要容易退转 你看 两个人修大正佛法 遇到同样的境界 有些人可以冲过去 有些人冲不过去 这不是忍耐的问题 修行到最后都不是忍耐的问题 你看菩萨到最后 都是智慧的水平 考验你的心理素质 你喜欢执着相 你就通不过去了 人生的相状是无解 因为你 因为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你无量节来跟众生 结了很多的善言 你无量节来跟众生 结了很多的善言 你今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 阿拉也是要跳出什么相状出来 你要执着 那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再讲一句 人生无解 你不可能用几十年 去解决无量的问 你看 人类的历史 五千年的历史 多少的有智慧的人 定了多少的制度 想要让人生得到快乐 提出很多的看法 人要怎么活 你看到现在有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了 现在痛苦指数不断增加 理论上来说 我们人应该越活越快乐 因为很多的哲学家都提出建言 人要怎么样 要吃什么东西 要怎么样过活 几点睡觉比较好 人类的经验累积这么多年 你快乐吗 没有不见得 所以人生无解 你看到现在 那么多有智慧的人出师 那么多的博士 也提不出一个 觉着人生痛苦的问题 其实人生答案是无解 业力 万般皆是业 半点不由人 就这样子而已 人生有解的事 其实佛法是创造来生 如果你看佛陀的意思 我们是为来生而佛的 人来的佛教很消极 说对一半 佛教对今生是很消极 他对来生很主动积极 现在人刚好相反 现在人是对今生很积极 对来生完全放弃 你不经营来生 你就得放弃了 水月流水 那么这个偏的人 他相对是对相传的词曲比较重 所以他的功德就不容易圆满 我们再看语言 若自信是终生 故焉度脱 自信是佛道 故焉成就 这种人不简单 他知道那人今来 一切法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 一切的法都一念心性 所现的假象 所以一切法都在一念心中 以无所得的心 以毕竟空的心 来发愿 以毕竟空的心 来修行 以毕竟空的心 来证国 义无毕竟空的相可执着 如是发心 明之为冤 那么一个是心外求法 一个是项内安住 这个 这个相状跟心性 就是说你是不是会把相 会回到心性 这怎么说 这样子讲好了 如果你认为人生 是在受用 你认为人生是来受用的 你以受 来面对人生 那你今生的痛苦的时间会比较多 不管你福报多大 如果你把人生当作历练 我不是来受用的 我不受 你可以选择不受 二来也是 你有本事把东西丢出来 我第一次是 我可以选择不受 你丢不丢归 你受不受归我 那么你选择不受 你就变成人生是怎么样 借甲修整 那有不同的心态 所以 你的心态 决定你的生命的整个相貌 如果你觉得人生是来受用的 那你的人生 就是 很不自在了 万半届是夜半点不有人了 你就被业力 catch 你跑不掉了 如果你认为人生的果报 不管是怎么样 就让人听说 顺利皆方便 人生只是我 借事修心 我借着布施的行为 来培养我布施的心 我借着逆境 来培养我的忍辱 我借着别人对我的赞美 来给我鼓励 那么你这样子讲 你只是把人生的顺利的因言 当作你成就你的一种方便 也就是说 人生是自求 你内心的提升 自我完善 所谓的借甲修整 那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言教了 所以 我们大家都放了菩提心 我怎么知道我的菩提心 是属于偏的 偏向外的 还是向内的缘 你现在活在感受当中 你就是偏了 你的人生 活在你的愿力 智慧 你认为人生只是个历练 不管外境是顺都腻 人生酸甜苦到多少去尝 依然才均衡 对啊 你一天都好在顺境当中 你就没办法培养忍入 人生也不能太苦 你一天在逆境当中 你很难发自卑心 真的 人生不要太痛苦了 太痛苦 不利于 修学大乘 所以你看八大仁结经 警告菩萨 不能多度贫穷 贫穷多厌 横绝恶言 所以菩萨就菩萨道 你太痛苦的话 谁都看不起你 人家都看不起你 时间久了 你也看不起别人 那你就很难受不持卑心啊 人生最好是 一半快乐一半痛 最好 修大乘 从专业大乘的角度 刚好 最好 太痛苦了 会让你太偏激 你可能会 过度的厌恶 有可能逼你 走上小城 太快乐了 你可能做人天城 所以 当然你的心理素质很重要 就是外境给你的顺利 你要把它收进来以后 转化成你的悼念 就是你有本事 释放你的能量给我 但是我接受以后 释放归你 收了以后 我怎么去消化这个相状 就归我 就是业力 我做不了主 但是你业力释放东西以后 我要怎么转化成我的悼心 这一块是我说的算 就是严教 它能够法法效归心性 所以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的过去 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什么 你不可能回到过去 跟过去的人 你过来说 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会害死我 来不起了 对不对 但是你 你没有办法去回到过去 但是你有办法方法 就是说 你有本事释放出来 我怎么去转化它 转力言成不敌道 这就是你的本事了 要不然你看清点干什么 就是增长你的 化解障碍的 这种能力 修行不是改变外境 不是说你学佛以后 你就没有障碍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释迦摩尼佛 功德圆满 圆不圆满 他的家族 你知道释迦摩尼佛的家族 是什么迷你 你知道吗 被佛陀在世的时候 被整个灭掉了 一个家族 释迦祖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眼睁睁看 被流利网灭掉 杀了七天七夜 杀到整个河流 全部是血水 佛陀一点办法都没有 万般皆是夜 半点不游乐 目见尊者还不服气 他拿波 他想说 留一点肿下来 救几个世交组 送到天上去 等到烧完以后 这些波全部变成血水 你说佛陀啊 你连你的家族都保护不了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人生无解 佛陀不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佛陀是 我们说 佛陀是 觉悟到 因缘果报的真理 这个道理 不是他定出来的 他觉悟出来的 所以 人生的外在因缘是无解 人生的内心的世界 要把握 你只要方向正确了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 你现在还注意外景 你就是修行还没有上路了 还没有上路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八种发心 那么我们等于是先了解自己 到底我过去的我留下什么东西给我 那我们再做调整 我们再看下一段 那么这个下一段 先把八种发心 菩提心再把它做一个细分 从它的本质跟作用 再做细分 先看四种差别 菩提心有本质上的差别 跟作用上的差别 在本质上的差别 就是世俗菩提心 跟胜利菩提心 那么世俗菩提心 是沿四项而发心 胜利菩提心 是沿理性而发心 那么四项发心 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严仁 一个是原法 严仁是练众生苦 而发心 菩萨看到众生痛苦 他发心成佛 来度化众生 第二个是严法 那么练圣教衰 看到佛法的势力慢慢降低了 能够宣扬正法越来越少了 所以菩萨发心 一个是不忍众生苦 第二个是不厌圣教衰 那么这个是四项的发心 第二个是从理性 从真如本性 这是我是为臣之佛 诸佛是以臣之佛而发心 我们刚开始是会从四项发心 但是你要把四项 飞归到新性 后面我们讲到 菩提心的退失 会讲到 如果你是严仕发心的 不管你是什么理由 我要住职正法 悉佛非命 但是你的法住职 都是在外相 你就很容易受伤 因为相状是很容易破坏的 尤其到末皇时代 所以你要从四项发心 去种悲怨 但是到生意地的发心 就是智慧的层次了 所以我们发心的是两块 一个是怨力的问题 你是不是有发言要做一件事情 第二个 智慧的问题 你怎么化解你心中的障碍 面对这么多的业力的考验 菩萨有没有什么功力 能够把它消化掉 而最好是消化以后 又转成你的一种动力 转力延成菩提道 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的发起有两个因缘 第一个是你的愿力的问题 你是不是有承担力 你是不是有理想抱负 第二个是你的智慧水平 所以菩提心是你的愿力跟智慧的结合 试愿力观照力两个结合 这个是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再看第二个 作用 作用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 这个愿菩提心是基础 四红四焰 那么行菩提心是六度万恨 菩提心 它是一种善根 我们一般人是善念 善念跟善根的差别 就是这个善根 它多了一份愿意的支持 还有一种智慧的观照 比方说 布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受了菩萨戒 你去救助慈善事业 你拿一百块美金出来布施 外道或者一般的房屋 他也拿一百块出来布施 你知道会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吗 同样的行为 外道的布施 他这个善念是情感性的 突然间看到众生苦恼 触动他的测语之心 他是一时的情绪 所以他补食了 这善念 那么这种布施 他能够在天上 可能经过几节 多少时间 他福报响尽以后 他下来 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 善念的布施 当他的善念变成福报的时候 他受用完 里面 都没有留下痕迹 就是这个能量释放往就没有了 那么一个菩萨 他布施 他也升到天上去 但是福报响尽以后 他还有相续的功能 他那个善根 那个布施的心 增长 所以这个想跟事 想是一时的 思是一种愿意 佛在寺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的妇女 她有一天中午在煮饭 他把这个饭煮好以后 要把这个饭填到客厅的时候 刚好看到佛陀从窗前走过去 佛陀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即便这个婆罗门也是姓外道 但是他看到佛陀 他也是有善根 看到佛陀身体 恭敬一下 这个修行人 太庄严 我一定要布施他 我一定要供养他 但是 当他用碗盛一碗饭 要走出客厅 要到外面去供养佛陀的时候 他看到 他先生在客厅坐着 他想到这个出去肯定被骂 他怎么办呢 这个人很有智慧 他没有放弃 他把这一米饭泡水 泡完水以后 用那个布 把它砸成汁 米汁 他跟他先生说 这个米汁 昨天剩下 我拿去倒掉 他就走出客厅 倒掉 他就拿出去倒 结果他就 佛陀当然知道他的用意 就把波伸出去 他就很虔诚地跪下来 把那个米汁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以后 佛陀跟他奏愿 他说 他说你这个布施 你未来有三十小节的时间 在人间天上享受快乐 最后遇到佛法 而正着出国 那么佛陀讲完以后 他的先生在客厅里面听到了 就跑出来了 他说你这个出家人 你也不能为了这个 贪求别人的布施 讲这么大的谎话 他够要你一杯米 你就说三十小节的 这么福报 福报小王 还有圣仪的势力 还遇到佛法 还正着出国 这谁相信 佛陀说 就跟那个 那个婆罗门先生 说你看到前面 是不是有个大树 印度以前很多 尼基陀树 很大 那个树 你一个人抱都抱不起来 还说这个树是不是很大 佛陀说是不是很大 那个波罗门说很大 他说你知道这个树是怎么来的吗 它的种子就像芝麻这么大 它这个种子在泥土里面不断的印量 它一开始的种子这么小 它的结果这么大 你看它种子的时候 你会想象它的结果结果这么大吗 你想不出来 那么佛陀就说 他以愿力来布施 大家要注意注意哦 布施有两种 一种是一时的兴起 一种是坚定的愿力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什么叫诸法因缘生 诸会知道吗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什么叫因缘 你的过程很重要 你用什么心态来做是很重要 心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你做这些知识的事 可做可不做 以一时的情感去做 这是一种情况 这种能量带你倒流的气氛去 一下子就用完了 你做这些知识的事 我非做不可 不能念要它念 不能钻 要它钻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坚定的愿力 那不一样了 所以发愿 所以宗教士跟慈善教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了 慈善教士一念的好心 宗教士是把它当作使命 结果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来 讲菩提心 讲发愿 就是这个过程太重要 你用什么过程来完成这件事情 影响你后面很重要的结果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愿菩提心 也就是说 这个菩提心一定先发愿 然后才有行动 我们休息十分钟 就先发愿了 就说 如果我们读好 就先发愿了